新西兰亚裔家庭服务中心 知识科普系第一 新西兰卫生系统是如何为民众提供精神健康服务的 主角人全国执行总监凯莉冯女士 大家好我是凯莉冯 亚裔家庭服务中心全国执行总监 我在过去的三年里是一直在亚裔家庭服务中心做这个职位 在过去的15年里 我一直是涉及在这个精神健康领域 2002年来新西兰 然后之后呢学了这个社工 然后在中国呢我是学了临床医学 然后刚刚毕业的时候就在养人部门做这个精神科的 相当于精神科的一些辅助社工工作 接下来呢在WDHB就是WATAMATA医管局 开发了Asian Mental Health Services 当时也是很幸运被指定做这个team leader 当时一个就是一个临床小组的组长 然后去开发这个整个项目 三年半之前来到了亚裔家庭服务中心 精神系统呢在西西兰呢是一个也不算是复杂 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因为我们比如说很多国内来的可能有一些问题就直接去医院了 但西西兰是不一样的 如果你有家人或是自己或朋友有一些这方面的问题呢 那首先如果不是很严重或者是不是很紧急的情况下 那最好还是要先去找你的家庭医生 如果你没有注册的话也可以就近找一个自己的家庭医生 最好我觉得是可以说你自己的语言懂得你自己文化的 那可能更好的去做一些assessment也好评估 然后家庭医生呢可以有权利做出诊断 关于比如说轻微的一些精神方面的疾病 比如说忧郁症啊这是我们比较常见的 然后或者是anxiety就是焦虑症 然后家庭医生呢会做出相应的评估 如果是有需要的话他给你转介到我们说secondary care 那就是DHB这边所谓的医院医管局 然后转介的时候呢医院里所谓的精神科医生 那就叫英文叫psychiatrist 他们会做一个跟你面对面的一个assessment的一个评估 那在评估的同时呢他们那边有一个专家小组 小组是由不同成员组成的 第一呢就是说精神科医生 那就是他是doctor就是psychiatrist 那开药啊这些都是由精神科医生来完成的 然后会做出诊断 比如说这个人是精神疾病的哪一种 比如说是忧郁症还是焦虑症 由精神科医生来来做诊断和开药 还有呢我们所谓的心理医生 是一个不同教育系统 他不是在医学那边领域出来的 而是学叫clinical psychologist 就是临床医生呢 他是负责临床心理的一个评估 然后或者是做一个心理辅导的一个治疗 他小组里还会有一个叫ot 就是occupational therapist 他翻译成中文呢 那应该是职业治疗师 他是评估你整个一个能力啊 做工作也好啊 还有这种家庭平时生活的一些能力方面 然后他会相应做一个评估 给你体验 做出一个体验 做出一些治疗的方案 还有一个专业叫social worker 就叫社工 就是其他比如说 由于精神疾病而造成的 就是你要去领福利呀 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机构转介呀 或者是家里有小孩的 或者是七七八八的一些家庭和社会上的问题的时候呢 这个社工也可以帮你做一个系统的评估 然后给你提供相应的一些转介和一些相应的服务 帮你申请福利啊 找一些相应的单位可以帮你去找工作 这边也是有一些机构是专门帮这些有精神疾病的人去找工作的 然后也有相对的一些所谓的说的extra support 就是说有一些特殊的一些优待 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叫nurse 就是护士 它是相当于monitor 就是说你这个药啊 它会定期的去跟你跟进 然后医生开了药之后呢 有一些你有没有吃药啊 你有没有什么特殊的不良反应啊 然后定期的去见你 然后做一些调整 跟由于医生的指导 而且在这里呢 就是说要提到了精神科的护士那边呢 可能有一些护士是可以打针的 我们的身体方面的疾病的时候 有一些护士可能是不能打针在新兰 但我们一个小小的区别 就护士有可能定期需要打针的病人 可以进去就是说找护士打针 这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就是一个相当于一个小小的专家组 它会有不同的人去见你 然后做一个评估 然后做一个跟进的治疗 今天凯利与大家分享的信息 您都记住了吗 新西兰医管局哪些专业人士 会为您提供精神健康的服务呢 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吧 一 精神科医生 二 临床心理医生 三 职业治疗师 OT 四 社工 五 护士 同时我们也特别提醒大家 如果出现任何紧急情况 请立刻拨打111 未来几周 我们将继续邀请凯利 为大家介绍 新西兰精神健康服务方面的相关问题 欢迎您的关注 关注新西兰亚裔人士心理健康 我们一直在您身边 如果您有心理帮助的需要 欢迎拨打我们的免费服务热线 0800 862 342 这是我来的免费